我劝你,第一,要为万人恳求,祷告,代求,祝谢,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,使我们可以敬虔,端正,平安无事的度日,这是好的,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 他愿意万人得救,明白真道,因为只有一位神,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宝,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架,到了时候,这事必证明出来。 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,做使徒,做外邦人的师傅,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。 我说的是真话,并不是谎言,我愿男人无愤怒,无争论,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 又愿女人廉耻,自首,以正派衣装为装饰,不以鞭发,黄金,珍珠和贵价的衣装为装饰。 只要有善行,这才与自称是静神的女人相宜。 女人要沉静学道,一味地顺服。 我不许女人讲道,也不许她狭管男人,只要沉静。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,后造的是夏娃,且不是亚当被引诱,乃是女人被引诱,陷在罪里。 然而,女人若长存信心,爱心,又圣洁自首,就必在生产上得救。